今天買了這兩包華園的蝦蝦條 它有鹽玄海鹽風味和台式椒鹽風味 我們就兩包過來吃看看吧 我先吃鹽玄海鹽風味 打開聞到有點像魚酥蝦酥那種味道 看起來像是比較沒有紋路的蝦味餡 吃起來味道就是我印象中的原味蝦味餡 口感酥脆帶有些許鹹度和蝦味 微微的辣 這是我之前拍香辣和麻辣蝦味餡的片段 紋路比較明顯 其實吃台式椒鹽風味 打開發現紋路變明顯了 不知道是大包裝的關係還是不同口味的關係 全聯兩款都有113公克的大包裝 然後只有海鹽有75公克的小包裝 剛剛吃的海鹽口味是75公克的 吃起來口味完全就是華圓鹹酥餅 我在華圓鹹酥餅的開箱影片就說過它是胡椒鹽餅 華圓現在直接不鹽了 直接就取名台式椒鹽 我覺得總算是證明了這個口味 這兩款我比較喜歡台式椒鹽風味 如果華圓鹹酥餅跟原味蝦味餡 你比較喜歡原味蝦味餡的話 那鹽鹹海鹽風味會比較適合你 我吃蝦味餡和華圓鹹酥餅的新的影片都放在下方 也可以去看看有我大家 掰掰啦